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不需要来一颗甜点呢 其实如果不是我的医生曾经很严肃地跟我说 拜托 甜点尽量不要吃 很多时候我是会来一颗甜点的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常常我们的购买欲望是被激发出来的 你去买辆汽车 销售员会问你 要不要换坐垫的这个皮套 要不要把人造皮改成真皮的呢 或者要不要把音响升级呢 你去买双球鞋 店员会问你 需不需要买几双袜子呢 好 你买了短桶袜子之后呢 他又说了 长桶的袜子正在打折耶 一个商店的业务热不乐弱 我相信跟这家店的这个业务员 脑筋灵不灵活 绝对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哪一天 要是很多商店的这个店员 都充满了想象力 积极性 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不会经济不景气的啦 例如说 你去买床 是吧 店员他就很热心地问你 先生 要不要加买一个充气娃娃呀 什么 哦 这样子开场拍有点超过 好 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今天跟我聊天的来宾是谁 Hip Hop 嘻哈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音乐形式 我们今天请到了特别来宾 就是在台湾嘻哈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公司 叫颜舍 他的负责人迪拉 迪拉你好 你好 光阳哥好 我是迪拉 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真正开始经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 开始经营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了 你在大学就开始玩Hip Hop 对 大学就是在念弹江嘛 然后就加入DJ社 然后DJ社就认识一些就是 研究嘻哈的 重度研究嘻哈的宅男 他们就把这些 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的东西 就传授给我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有趣了 然后就后来到毕业之后我就觉得 那个是几年的事 那应该是1998左右吧 9899那时候开始接触的 其实在欧美Hip Hop大概是80年代以后 80年代 甚至70底80初就有了 然后慢慢它也跟Rap这种东西 都有一些结合 然后跟各式各样的音乐都有结合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到台湾大概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要细说从头就很难说 但是譬如说有几个时期 这样最早可能是我的印象里面 在我的印象 大概我差不多国高中的时候 是 那时候是真颜色的时代嘛 那时候真颜色出很多好的东西 那包括就是 逆长他那时候做LABOYS 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 OK LABOYS那时候其实就是 90年代中的时候 对,中的时候 他们是三个BBOY 就是跳街舞的少年 所以那时候定位是跳舞团体 OK 对,跳舞团体 逆长那时候把它带过来是 就是美国现在那时候西海岸LA 最夯的地下的一个文化形式 就是街舞 那后面的音乐是这样 那时候是Black Dance 就是霹靂舞 那把这三个ABC带回来 那其实音乐的部分很多都是 包括罗百吉、陶哲、吾百他们做 但那音乐的基础其实是 那时候美国流行的HIP HOP 包括譬如他LABOYS 当初有什么跳、跳好一松 那其实就是在美国一首很红的 HIP HOP的歌叫Jump Jump Around 对 所以其实是...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引进的概念 大概差不多我国中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 类似嘻哈的形式 所以那时候你有听他们东西吗 有,那时候非常着迷 但是我那时候 因为包括宣传什么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那个东西叫HIP HOP 那时候全台湾 民意LABOYS的人 只有很少部分人知道 这个东西叫HIP HOP 那时候大家就知道 D-BOY 街舞 剪刀脚 什么之类的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会让你们着迷的 也应该包括他们的服装吧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服装 然后穿得很宽 辨纸首饰 然后就觉得 这个东西哪来的 你不知道 横空出世 可是他充满了力量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国中还会... 他们有出那个教学录影带 教你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那大家会买的 大家会在那边研究干嘛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从那里开始 也没有人知道 那个东西叫HIP HOP 对 然后从他们后面 后面其实... 后面其实有一段真空 其实是... 算是台湾开始有... 因为西洋的唱片公司 才有进来嘛 很多台湾的唱片公司 开始结束音乐被收购嘛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我觉得流行 因为有个ABC的年代 那时候开始流行 很多ABC的艺术师 他们把那时候最夯的R&B带进来 因为那时候 美国九零年代正在红 什么惠尼休斯顿 对 包括最早Michael Jackson这些 就是R&B的东西 黑人音乐的东西带进来 由ABC的艺人来整个转译 那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些饶舌 如果我有印象的话 那大部分的歌曲 就叫R&B唱一唱一唱一唱 在中间一个禁止的地方 结果有听到 不知道是谁唱的 一个英文的饶舌 叫饶舌的一段 那大家都是去... 我开玩笑的时候 大家去KT裡面 唱肖阿炫的歌或什么 就是唱一唱 就继续唱这样 就那个时代是第一次 饶舌是个东西 就觉得是英文 然后... 念一念 可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西洋进来的这些HIP HOP 哪些会影响到你们 很多 其实应该在我这个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最红的应该是阿姆 阿姆,对 Dart Jay 他的师父叫Dart Jay Dart Jay 大家可能会先听到阿姆 然后在朔源就听了Dart Jay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 就是Dart Jay 那时候有一张叫做KRONIC 2001 这样子 那张专辑就是到现在 台庭还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属于美国西海岸的一个 Westcore的一个 叫G-FUNK 它那叫FUNK嘛 FUNK是一种音乐类型 它叫Gangster Funk 就是G-FUNK 其实不一定是Gangster 它就是G-FUNK 这个音乐类型 那个音乐类型影响我还满大的 这样子 那台湾你觉得那个时候 比较有HIP HOP精神的团是谁 那时候台湾其实就... 因为我后来接触到 Underground的世界 台湾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团 这些团大部分都是 肉里台北或什么 这些团大部分是 他们经由一个讨论区 网络上的讨论区 叫做MU版 Master U 然后这个MU版上面有很多 喜欢饶舌的同好 他们会在上面分享饶舌音乐的资讯 也会分享自己的饶舌作品 就纯粹把自己写的词贴上去这样 OK 然后据我所知 包括最早的一些团体 包括大只 热狗 他们都是在上面的网友 然后认识之后 他们会约出去网剧 然后网剧之后就互相 那时候也没有录音设备 他们可能就是 在你面前直接 我最近写的这首 放个音乐 就直接唱给你听 约个咖啡厅或什么 可是90年代在美国 不管东岸也好 西岸也好 纽约或LA 都有很出色的饶舌歌手 他们实际上是第二代的 黄金世代饶舌歌手 不管热狗、大只 我这一代的人 都是听90年代的那些 美国饶舌嘻哈 然后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做 那其实有不一样 因为最早是跳舞音乐 是 跳舞音乐 它就是for party 你要跳舞 然后那些歌词都是助性的嘛 跳啊 跳啊 头转啊 spin啊 什么 歌词的内容没有太大意义 就是等于你想像一个party里面 然后会有个MC 在带气氛 然后就大家把手借给我 把脚转起来 那个小妞的屁股真大 摇起来摇起来 这种的 那是一种舞曲的style 是 就像是全局场合 要有人说洞算那种感觉 可是后来90年代 开始进入文青也出现了 一部分是文青出现 所以东岸有一些饶舌歌手 譬如说有个叫康门的 在台湾那个唱片封面翻译的凡夫俗子 他就会唱一些什么 包括黑人意识 种族意识 对 他里面有些歌用的一些音乐 会唱个Watermelon 就是西瓜嘛 那光源哥应该知道 Watermelon是 西瓜就是黑人的 对 因为黑人种棉花 他只能吃西瓜 只能吃鸡 炸鸡跟西瓜 就是黑人的好伙伴 这种 对 就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有文青了 文青他又开始会把一些隐喻 把一些种族的意识 把一些神学的东西 或者像马丁、路德、致敬 这些东西摆进来 东岸有这种 然后西岸呢 我刚才说大乐罪他们 就是因为西岸就是他们的 南加州就是笼罩在黑道的阴影里面 黑道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嘛 而且他们那时候的帮派很多 包括就是说也有那种墨西哥 因为他们就是墨西哥边界 圣地亚哥那边就有墨西哥的帮派 那边非常毒品交易、火拼 都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们就以他们那样的黑道的生活 就是枪林弹雨的生活 然后写成歌 然后就是东岸跟西岸 两边音乐的差别这样 对 那时候美国是这样 然后热狗、大吉 我们这一代就算台湾 可以说是牢蛇歌手 第一代牢蛇歌手 就之前包括你说 猪头皮老师或者是LABOYS 他们做的是 他们在之前做的东西是HIPHOP音乐 但我认为 我自己定义的 那可能很多人会挑战我 但我觉得热狗、大吉 我们这一代是做牢蛇歌手 这概念是有点不一样的 其实你们可能多一点批判 是吧 那个年代批判好用 现在可能就不好用 就那个年代 因为嘻哈其实或饒舌歌手 有一个重要的 可是摇滚歌手会这么说 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讲真实 我们不讲包削的话 是 他们 嘻哈饒舌歌手很常讲一个 自己的切口叫 KEEP IT REAL 就是我们要KEEP IT REAL 然后你讲的东西话是不是真实的 因为以前我们听到 西岸的饒舌歌手 他们会把毒品啊 枪支啊 他每天他的表弟一出门就被射死 这种东西写在歌里面 或毒品的纯度 这种东西他会写在歌里面 然后那个 东外的饒舌歌手 也会写很多黑人被受歧视 什么这样的话 真实的东西 那在告示牌音乐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继承的那个精神 就是像热狗 你说批判的东西 可能他当初写一首很有名的歌 早期台湾饒舌歌 这个是一个经典中 叫寒流来袭 寒流来袭它里面就是唱 那时候是一个刚好韩国K-POP第一代席卷整个亚洲 包括台湾 所有人都被K-POP侵蚀的那一代 那他就是站出来 就写了一首歌叫寒流来袭 就骂那些寒流风潮 那个东西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一个 哇 有人可以干这个事情 超屌 我觉得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意义 所以就是说如果不是批判 那很多时候就是发泄 发泄 我觉得那就是发泄 对 你们对于那个时候 音乐圈里面的一些现象 你们实在也不爽 你们认为 你们的音乐不应该那么软绵绵的 软啪啪的 你们的音乐应该非常 你刚刚讲的real 非常真实的 有出口没有关系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了出口 我说出是这个出息的出 是 脏字 这本来就是HIP HOP或是RAP里面 非常重要 我们很少在什么乡村音乐 或者说那种音乐里面 听到这种語言 这种语言 对,也只有RAP或跟HIP HOP里面 会有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一开始 你们这批人是在哪里表演 最早期没什么地方表演 如果是像热狗或大小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千金魔岩 那算是一个公司 唱片公司的主持 他们会安排他们到音乐季里面去演出 就是譬如说像海洋、海洋音乐季 或者是像墾丁、春娜 但像我们在Underground的时候 其实演出的机会非常少 有两种 一种就是夜店 夜店我们那时候也不红 所以就是某一个喜欢热爱嘻哈的青年 跑到某个夜店里面去当企划 夜店也有企划 就是企划节目嘛 然后他就会说 那不然你们来唱个几首 其实台下没有人认识我们 就是那时候一开始HIP HOP是有 这种表演场叫夜店 我们在夜店磨练出自己一个本事 没有人听过你 你要怎么样在一首歌里面 让大家把身心都交给你 让大家喝更多、嗨起来 那是那时候早期的磨练 然后后来是比较摸索出 就是比较摸索出更多名堂之后 开始会有Live House 或者说不然来演出 最早可能在小河岸 在台阶大楼那边小河岸留言 对 那是第一个算是比较多老舌哥 有在那边表演的地方 OK 其实音乐季反而会是一个 你们的平台 很少 是吗 音乐季其实是摇滚 摇滚的 摇滚挂的 因为从金银音乐季 金银音乐季的所有的人 然后这些找团的人 他们全部都是摇滚思维的 所以他们不会听过我们 比较不会HIP HOP 对 那你到最后怎么会 进入到金银这个城市 就是觉得是个真空状态吧 因为那时候 大支跟热狗他们在磨研 然后磨研结束了 结束了 那他们就变成自由球员嘛 那等于是整个台湾的主流 主流音乐市场 没有任何人在经营HIP HOP OK 所以那是个真空状态 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 那我要不要试试看 来做这个事情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 进入过任何媒体产业 也不知道那事情该怎么样 我所有关于 厂牌的概念或想法 都来自于 美国的嘻哈 大支对自己也有个厂牌 那厂牌 我想厂牌是什么 在我们那时候想象的厂牌 就是你要租一个地方 然后那地方有客厅 客厅里面摆电动玩具电视 有一套PS3 然后大家就是窝在里面 叫麦当劳 吃一吃 开始写词 写一写 旁边有个麦克风 然后有个电脑 大家就在那边录音 然后有人在那边用编曲机 在那边编曲 就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当初也是用这个概念 在创立颜色这个厂牌 没有合约 没有什么经营概念 没有什么正职员工 大家就是一个 我至少找了个地方 把电视、沙发、录音器材 都摆在里面 然后我会请大家吃饭 那时候一开始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那时候产出的量多不多 产出的量其实还OK的 就是因为当初我就是找了一群 就是我当初包括签蛋保 还有初期有一些其他 现在不是饒舌歌手的 现在还是颜色的OG们 他们都是那时候网路上面 还蛮好的饒舌歌手 所以我把他们找到 本来就是以初作品导向为主 那个时候没办法发片 所以最早其实是用网路平台 那时候有所谓的Street Voice 最早有滚石可乐 然后我是2005经营这个厂牌 那个时候就是Street Voice 是一个蛮重要的网路平台 让我们每周 发表一个 所以我们那时候频率 大概有到每周 发表一个单曲 哇 对 那那个时候就是把像蛋保 带出来 对 六王他们是后面 我很后面六王 我认识他三年左右 对不对 春艳跟六王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小孩子 然后我们自己也算是颜色厂牌 算是一个大的团 一个家庭的概念 我们像去年 也做了世界巡回 就是以 就像杰尼斯家族一样 讲得土一点 就是全公司的Live 一起去做一个演出 所以歌等于是精选集 大家也会有很多 互相客串的部分 做一个很酷的表演 就做了一个世界巡回 那台湾的市场 现在黑牙的市场 我出生以来没这么好过 真的 对 我们现在是当红炸紫机 说真的 因为我去过你们的 演出几次 大家反应都很热烈 现在蛮好的 像夜猫他们也是 是啊 做完Lex就是秒杀 就是一千多张的票 很简单就可以卖还 唱片 现在是状况怎么样 我进入这行的时候 唱片已经不行了 OK 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感到沮丧过 就一开始就知道不行了嘛 那要花很多钱做唱片的人 就是会觉得哪是一个生意 是 但我们一开始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小本镜在做这个事情 大家把音乐做出来 然后发行 拍MV也是找自己的朋友 然后来做 我们自己也是AMR兼导演兼什么 兼一大堆 包括封面设计什么 就都自己来 所以我们成本是满低的嘛 而且播去那些层层 层层的那些所谓唱片公司 企划人员的那种 那种所谓对无聊的市场想像 那个东西其实很直接的 然后我记得我刚发 我们算是正式作品 或者说蛋保的第一张唱片 《收链水》 实际数字到现在累积 应该有卖到八千张了 那八千张听起来没什么 可是其实在现在八千张 是个蛮可怕的数字 是 现在破万就是等以前的白金了 讲白一点 现在破万是以前的白金了 后来不知道蛋保还有我公司的人 其实都非常稳定的是在数千张 所以我自己以我经营的这个市场 比较偏文青的市场 我们唱片销售也没有跌过这样 就是都是几千张 也没有掉 对 但是那赚不了钱 你通常找艺人、签艺人 你比较注重音乐性 还是比较注重他们的歌词 还是注重一些像表演、表演 表演比较难强求 但是我大部分找到的艺人 其实后来 后期才比较有找艺人的问题 因为前期包括说 蛋保、国蛋、英雄 这些人都是跟我已经是十几年的 甚至快二十年的朋友了 所以有时候就像 讲得恶心一点 就像劈头四或什么 就是一群人撞在一起 做了一件事情 这些人都是变成是咖 并不代表这些人就是... 你懂,有时候那是个时代 所以最早的颜色的三个艺人 虽然是先后次去发片 可是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 我们就是一起玩音乐的人 那后来你说像Leo 或者是春艳 是后来才真的是用 比较找人的概念 找的艺人 那我就想要够奇怪 对我来讲就是要够奇怪 这个人很有趣 他讲话很有趣 他作品很有趣 他表演很另类 我就觉得有做的价值 有合作的价值 那种很...一看就知道很会重的 其实很多现在几个很重 这一两年很重的歌手 以前都来过办公室聊过 那是满挣扎 我觉得这个其实满会重 可是要做嘛 这个好像不太颜色这样 在我考虑考虑的时候 他就签到别的公司去 他现在赚很多钱这样 对 所以比较不那么颜色 颜色是什么 对,就是怎么... 不要那么颜色就是 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是 圈子里面懂的人 就是知道一个概念 就是厂牌到最后 它不是一个公司 它是一个精神象征嘛 就是 那也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有点土味 可能就比较没那么颜色 或者是 我们就是维持一个 希望音乐性 可以到很好 这种东西讲起来很... 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 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相对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就是跟市场上现在的东西相比较 我们稍微比较有理想性一点 比较酷一点 比较怪一点 然后外行可以看 门道内行可以看那种 不是那么... 只有那么浅 有点层次的东西这样 这样自己讲是蛮恶心的 但就是... 听这个六王跟这个春妍他们 你是听到中瓜的瓜 中豆的豆 是不是 最早其实六王就是 是我太太介绍给我 那时候我太太还没跟我结婚 他就跟我讲说 有个玩乐团的歌手 主唱很想要玩饶蛇 那要介绍一下 给我认识 刚好就在Lex前面 我就跟他第一次碰面 然后... 我就回去听他的东西 就是他自己乐团的东西 它叫巨大的轰鸣 我一听就... 哇!这个东西很酷 嗯... 然后我就... 那不然来聊聊嘛 那就开始所谓的一个 长期培养的计划这样 也一起... 摩擦摩... 就是折充了很多想法跟观念 他一直不断地做作品 嗯... 然后后来才发夜帽主这样 像... 那个... 这张就是他发夜帽主之前 是一个比较个人... 个人主义的一个作品 很他的东西 嗯... 这东西很酷的 嗯... 你们会不会跟他一起做创作 还是你们就放了他们去做 这个情况都有 就是... 但是大致上的情况就是 我大部分签的歌手 呃... 呃... 大部分都是自己...都是创作者嘛 对 第二个... 呃... 譬如说像蛋堡、国弹、英宏 我真的很幸运 他们三个都是自己会做音乐的人 对 就有人是不是会写词曲以外 还需要编曲嘛 他们三个都是编曲高手 OK 所以他们是可以整套丢给我 然后我来听... 因为我们沟通过程 应该就在录音的时候 譬如蛋堡就是说 呃... 下礼拜来录一首新歌他写好 这样 我说好 然后他就当天才会把东西传给我 等于是 我在按下录音键的那一剎那 才开始听到 OK 那个歌是怎么样 嗯... 然后像蛋堡、国弹 他们两个都是 非常... 他们都男一中的嘛 就高材生 就是非常... 自我要求很高 他们在家里比如说 练了千百遍 才敢在我面前录音 因为他不会... 就不会错误的 所以我非常幸运的就是 在录音... 按下录音键 我只要挑哪一遍 比较好 我不用站在那边... 停停停 再来一次 这回事 就我很幸运的老板 我就遇到都是天才这样 而且是很认真的天才 就停停停 我才会... 因为你在录音要录非常多遍嘛 是 然后我们后来还要做混音 什么什么的 在那个过程之中 就是我跟他一起 创作过 我说这个东西要不要加个什么 加个什么 他也... 好啊 就是那个过程之中是 其实已经有个底了 然后再做个再创作这样 然后在一边 录音跟混音 大概一首歌起码要听个200遍到300遍左右 哇 听那么多 差不多差不多 这个过程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是我一边在想 也跟艺人讨论 我们要怎么拍MV 然后这个歌 画面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拍照片 其实我们的工作流程大概是 比较是这样子 最让我 就是说感到 比较... 就是说好奇的是 歌词这么长 忘了怎么办 这个是世代的演化 早期啊 早期大家真的很害怕这个事情 所以早期害怕这个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早期都是乐团 都是饶舌团体 三个人的 大部分有两个人或三个人 因为大家一人只要写一段就好了 还可以互相cover 你忘记了 我帮你挡两句 然后又可以继续下去 可是这个东西有时候 就像基因进化一样 就踩在巨人肩膀上面 后来饶舌歌手就是 你必须就是 要有这个技能 现在忘词真的是太丢脸了 可是饶舌歌手的厉害就是在于说 对啊 如果像我们公司有个叫小猪的 他没有正式发行音乐 他freestyle很强 所以我们上次在做巡回 在台北场的时候 他上去唱 音乐一下 他整个就忘了 全然大家都看了他 结果他就开始freestyle 结果大家就开始 那就是一个饶舌歌手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OK 我可以把场子救回来 例如说我听蛋堡的音乐 你知道吗 我喜欢看他的歌词 他的歌词写得很好 而且都很有意义 你知道吗 对于很多事件 他其实他的观点非常好 他切进去的一些角度也非常好 可是我就是一直在思考 这么长 像一篇文章一样 你万一忘词 你这样一讲 我就觉得说 这有点像是 例如说电影 你就是一个很长的台词 你就是要背就是了 是不是 对 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我跟蛋堡聊过这个问题 他说第一个饶舌歌手 跟其他的音乐可能不太一样 其中一个写作方式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就是先要有beat出来 音乐出来 他自己做的beat 然后他用这个beat 来写词之外一直去顺 顺那个我们叫flow 就把那个词套进去 然后他开始自己顺 他说他在这个顺的过程之中 他就会找到几个记忆点 就是拍子到哪里的时候 就是那句 拍子到哪里的时候 他要靠这个来记忆 所以这是他的 但我知道有些饶舌歌手是 先写了歌词之后 再请人编曲 这种人特别容易忘词 因为他不是当初 旧的这个音乐来写的 他可能后面要经过很多练习 才可以抓住这个 可是每个人天分不一样 有些人就真的是容易忘词 有些人就是不会 别人来写曲 是不是因为就是说 其实在等于是有点 在唱的过程里面 有些部分 你是很自然而然的 你会去重复它 你会去强调它 有些部分 如果你不是自己写曲的话 其实那个是当别人在帮你 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其实那种旋律的东西 就抓不到 每个人不太一样 但大致上可能就像你说的 就是有一派饶舌歌手的做法 就是要有心有一个音乐 他的音乐 这个音乐从头到尾是个完整的东西 他从开始用感觉 把自己写好的词套进去 甚至就是有些老实的歌手 甚至是不写词的 像美国很有名的Jay-Z Jay-Z Jay-Z他的有名 就是他不写... 他不是用... 他没有用笔写歌词 他就是音乐放了 他进入音室 开始一直录 他就开始 其實算是一种即兴創作的方式 他就把它直接录个几遍 就录完了 这个是有真的 親眼有人见证过的事情 那台湾也有人是这样写的 这是一种写法 然后就是直接听音乐不写词的 然后蛋保的写法就有说 就是比较多人做 就是有个音乐他一边听 把他在歌词本上面写的词 一一的套进去再看看 适不适合再推敲这样 那也有一种是 他就是先把歌词写出来 因为歌词也有一定的格率嘛 速度什么的 他大概大致上先写出来之后 他也可能听个简单的音乐 把那个歌词写出来之后 再找人重新编曲 就大概有这几种形式 利尔王呢 利尔王应该是 就我跟他讨论 他是喜欢先 也是属于先听Beats 然后去写词套进去的那一派 等一下可能可以问他 他是属于那派 好 那我们今天刚好也请到 利尔王一起來 我们这个节目 这是利尔王还是颜色 这首歌叫做想起李博修 你慢慢习惯我的style 说没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别的糟 付出了多少 其实你自己最知道 想起李博修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你慢慢习惯我的style 说没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别的糟 付出了多少 其实你自己最知道 想起李博修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面子问题都丢掉 我想你该知道 那些事情不重要 我喜欢生活中 每个细节都单调 说真的也想让你感受到 那感动听了音乐会笑 那快乐多高 仿佛一瞬间 所有的答案都被我找到 我听说拥有的再多 最后都带步走空空 醒来一场游戏一场梦 你慢慢习惯我的style 说没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别的糟 付出了多少 其实你自己最知道 想起李博修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你慢慢习惯我的style 说没有我的夜晚心情就特别的糟 付出了多少 其实你自己最知道 想起李博修 You know what I'm all about 你要经过多少时间 才能够变成我自己 在梦里认出自己的声音 多少的练习 才能更靠近 我也想埋向顶 Dumb enough of money We想让你了解 别牵托牵绊 仁佛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 就功德圆满 别想要贪多脚步辣 世界太复杂 我想让青春留白 仁佛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就功德圆满 所以想起李博修 就是从这句话开始 对 其实以前小时候没有看过那么多 跟博修老师没有那么熟 是 是那时候在大学 人生在抉择的时候 突然看到博修老师这句话 是 就是被他吓到了这样 觉得那时候觉得 如果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那我做最好的该不会就是念书而已吧 帮他讲了台大社会系 OK 就... 不想说了,觉得 所以就想说 好像可以自己对表演有兴趣 好像可以来做一下 那一句话是在哪裡 可以听到李博修老师讲 其实那个时候 李博修老师刚过世 然后那时候很多电视 在缅怀李博修老师的一生 然后那时候是那时候看到的 然后后来 才有机会再去找李博修老师的剧本 是 然后来看 然后后来有看一些戏 这样 惊喜启示录 那个时候 应该是看录影带了吧 我没有看过那个 我后来是看《三人行不行》 因为那时候我的剧本 我就是在图书馆找到 先看《三人行不行》 那都是景点 对 是 所以你自己写HIP HOP的歌词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三年前 那时候算是正式把音乐当成是 生涯来看待 OK 对 一个职业 是有一条歌 你跟春艳做的 对 《中瓜的瓜》 《中豆腐的豆腐》 对 我听这个歌 歌名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文字游戏 一开始游戏 对 然后也是 刚开始出来玩嘛 然后 等于是吸引一些大家的注意 是 那我刚刚问迪拉 有关于这个 歌词的 这个背诵的东西 你都没有问题吗 有啊 我也常忘 真的啊 他说自己比较常忘的 对 对 因为那个就像是一个 一个流这样 一直跟着 然后你突然有中间晃神断线了 你就 不知道从哪边接回来 对 但有时候其实 因为那个真的很快 有时候 你都还没想太多就已经唱完了 就是那已经是你的嘴巴自己记得 对 洗反射的感觉 对 那你写歌是先有调子 还是先有歌词 我要先有beat 就先有音乐 先有beat 先有音乐 所以你自己心里就开始 那个beat出来 然后 你应该是有一个像是制料库之类的东西 太多的题材 对 可能是到最近才比较有在收集资料 以前就是比较随性 听到音乐就想要唱什么 就是这个 知觉 对,比较知觉 就是在这个音乐的时候 等于是在这个节奏上面讲话 是 对 所以这一张里面的这些音乐 都是那样子的概念下面的作品 对 是不是 我在创作的时候 那个编曲大部分都已经做好 然后我是在它上面想像说 我想要用这个来讲什么故事 对 那现在在颜色 这样子的样子 这个厂牌里面 你身边全部都是在做hip hop 高手 对,都是 所以会有压力吗 不只是在做hip hop 会啊 就是 其实迪拉刚刚讲说 不同厂牌之间的歌 那个其实就是很抽象 就是每个厂牌有不同的风格 但是就还是觉得自己最适合这里 是 就是 别的厂牌也都各有好处 只是就是 大家还是比较相近的 频率跟调性 做事的方法 或价值观吧 我觉得价值观 价值观 认为什么音乐是好的 这些价值观很大的接近 神美观 品味比较接近 品味比较接近 我觉得你们的音乐里面 melody其实很强 melody很强 这个倒是可以说过 就是很多人认为饶蛇是没有音阶的 有 其实饶蛇是有音阶的 所以我就听你们东西 我特别觉得 但是有些是分不出来的 是吗 对,有些人会认为饶蛇就是鼠来吧 我是念歌 是没有音阶的 但饶蛇其实有音阶的 所以有一些饶蛇歌手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听不出音乐的调性 就是只是纯粹写 那听起来就卡卡 对 但是其实就跟大家讲 饶蛇是有音阶的 对 所以就说 你们几个能够凑在一起 基本上是你们的认同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样 也让你们比较能够在一起聊Hip Hop这件事情 算是吧 就是这个神美观比较接近 然后大家也因此 因为我觉得创作人 就本公司的创作人 大家都其实蛮高傲的 我说高傲不是说态度高傲 是心理蛮高傲的 所以能够找到一群人 这些人你也敬佩他 所以他对你音乐的指教 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打击 也是把它当作是 这个我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 对 像猪头皮对你们就其实 他觉得你们的音乐是很厉害的 谢谢 我记得有一次听猪头皮的音乐 看到你跟春彦就这样子 就这样突然就上来了 对 我们一起表演 那是很精彩 猪头皮要去的演出 合作的演出 所以你们常常会跟不一样 不是那么雷同的这种音乐类型 在一起工作 可能是最近大家多远一点 最近多远一点吧 就是其实就也没 好像这个东西也不会太去气化 因为其实我是企划性格 比较强的老板 可是他们都是 你知道创作人 其实就很不想要被企划 OK 所以像以前 像蛋堡他以前被我企划过一次 做跟一个日本的爵士乐团做了 他当然也是觉得对方很酷很有趣 然后是一个跟爵士跨界合作 做了之后那个反应很好 可是你之后要再叫蛋堡 再做一个一样的事情 他就不愿意了 像他每次 像他现在就是整天就是说 他想要跟乐团合作乐手 那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方式 可以把这事情做好 其实就还是顺着艺人的想法 但最怕就是他们没想法 没想法就真的要帮他们企划一下 你跟乐团合作 你心目中的乐团是谁 心目中的乐团 就跟乐手合作 不是特定的乐团 应该是跟乐手合作 等于是自己带一个band的概念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会是你去主导音乐 还是由乐手自己去负责音乐 我觉得他现在刚好是处于一个 就是还是希望有人 可以给他一些意见跟他 因为他自己是个细节狂 但他好像还是需要 有一个队长在 然后他跟他在那边巧 还不到一个就是 我就是要当家作主的阶段 目前的感觉是这样 对啊,我是不喜欢那样 对,他就不是一个 需要跟别人讨论 他希望有人跟他碰撞 然后讨论 把事情推销出一个很细致的概念 就看他这样,其实他是细节狂 对 其实他是一个团队玩家 是不是 对,他需要 他是一个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概念 譬如跟蛋堡就很不一样 蛋堡就是喜欢一个人 在房间要整张专集做完那种 对 那现在比较常跟你配合的是春艳 对,我们两个已经一起表演 两年 两年多了 那你们各自写各自的东西 对,老舍哥首相刚刚讲 Keep it real 就是我手写我口这样 可是当你们两个在开始合作的时候 对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创作的一条轴线在那边 有 所以一开始等于也是要磨合 要磨合 对,尤其是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是个团 我们等于就是自己嘛 我们就是一体的 所以变成是他所说的话 我必须要也是很认同 完全可以接受 不能说我们同一团 可是他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乖乖的这样 所以我们两个基本上 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算滿同心的 尤其是我们老舍 因为很密集 但我们常常很多时候 是要一起齐唱的 所以我们要对得很准 希望要对得很准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练习 有时候常常都觉得 进入一种冥想的阶段 两个人频率这样 同样才有办法 多长那个庆祝那个一样 那种时刻是会很喜悦 就是很开心 因为你眼睛张开的时候 发现大家都是隐藍的 对 可是都是经过讨论的 所以他的歌词 他的整个的旋律 都是... 就有点像是一个概念 背景音乐这样 例如说我在唱我的歌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些帮忙搭 搭一些字 不會全唱 就是疊某些重要的字 它也要疊上去 其实音阶声音 它们两个要吻合 其实是一个非常确实的表演 对 那对于题目里面的一些情节 那你们还必须都要讨论 都要讨论 都要认同了 都要讨论 猜白一百种 就是通常都是一个人先出发 然后要讨论之后 看对方对这个想法 有没有共鸣这样 或者是有时候像在接龙一样 你写完之后 另外一个人想说 你这样也是超出话平常 可以想要写的 那就怎么样接下去 对于一个同样的东西 但不同的论述这样 例如说我们刚好写到一首歌 吃早餐 春莹可能就写说 他去玩酒吧之后 早上带人家去吃早餐 我可能就说 早上吃早餐喝奶茶 就烙晒 生活中的片面 然后中间找趣味 然后这些趣味的东西 尽量都能够配合 尽量都能够衔接 对啊 就像是吃早餐这个概念 但其实事后才发现 原来我这一代的年轻人 很多人吃早餐喝奶茶 烙晒有共鸣 对 就像这样 所以HIP HOP基本上 跟生活是非常的结合 因为你们过的生活是这样子 就直接唱出来就对了 这是这个文化的一个内涵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做到 或是不同的 有的人创作可能是想象比较多 或有的人是生活 架空的 但也有人做更艺术的思考 很多人其实都在弹感情 对不对 琴歌 琴歌东西 HIP HOP里面好像比较不太多吧 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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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不败的题材嘛 对啊 把妹歌 HIP HOP里面可能就比较... 我们可能不一定叫琴歌 可能会有把妹歌这样 OK 对 聊妹歌、把妹歌 这个可能是别的乐种比较少 R&B有啦 R&B有这种... 对,R&B非常多 这种把妹歌嘛 对 对 这是一个外人文化的传承吧 OK 他对感情非常充沛 对 就是比较直接啦 就是不是像台湾被内恋 就是我还这样想着你 那HIP HOP就是过去聊你两下 要不要跟我回家 可能就是比较这种 比较粗野的概念这样 但也不是完全这样啦 就是 这只是一种... 也是一种... 既定影像 既定影像 对 OK 所以你跟春彦还得 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共事啊 对 对 蛮好玩的 做创作的过程里面 如果碰到一个真的是志同道合的 对 然后碰到一个像这样子的经营者 是非常理解你们在做什么的 大家有一个一样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觉得台湾的HIP HOP 有台湾自己的路要走 对不对 跟西方的、跟中国的 完全都不一样 不一样 要走出自己的一个台湾的HIP HOP 真的还不一样 在地生长路 对 所以这批人如果自己本身 没有一个共事 去一起玩这个东西 其实会更困难 我觉得嘻哈现在台湾最有趣的就是 市农工商不同的阶层 都开始对这个音乐有感觉 也都有... 玩HIP HOP是一个共事嘛 玩HIP HOP是一个共事嘛 可是可能就是大家 不尽量对这生活 题材不一定 对 一个嘻哈各自表述啦 对 对 正好一个嘻哈各自表述 对啊 好 我们今天其实非常谢谢迪拉 谢谢刘王 刚刚为我们做的表演 下次 其实找春莺一起来玩吧 好 好不好 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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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